問三疊疊的就是港交所 他說現在是不是一個入市的時間 基本上你 這一刻一定不是什麼特別漂亮的入市時機 你最多都是用一些分注給納幣去採取 開始便宜的東西買 但如果你看到圖片上港交所 現在360元又不是特別便宜的價位 當然現在好像中概股退市 未來有整集中概股會回來香港 可能主要上市甚至搬過來等等 很多大行計數 那就是的 日均成交今晚因此會有所提升 但是這個只是單一的心信 那六實講那句 當經濟衰退股市倒閉 港交所怎會完全獨先站起來 所以我們就說任何現在這一刻你做部署 那時候好像很複雜 其實相對於在過去一年來講 這一刻又比較簡單 你任何的部署對於經濟前景的判斷 是有一個關聯性在 你是不是對整個經濟前景有信心 譬如你說港交所主要集中港股 內地股市是不是很有信心 這段時間市場最關注的是什麼呢 內房的問題 今天內房股是不是真的很安全 你看看6098又跌一成半 那一成左右 我覺得目前市場不是特別安全 你突然間中一頭買港交所 跌回到340多元那些位置 那不意外 純粹就是市場波動 它未必跑輸的事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未來中概股退市的風險上變得很快 我覺得最多都是令港交所有一個抗跌力 很難完全逆市場 所以簡單地說用直博率問題 何謂直博率就是 升上去的機會有多少 跌下去的機會有多少 總共加起來 我覺得這一刻港交所的直博率 不會特別高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與其這些位置股底的話 可能跟那些恐慌性拍數 阿里巴巴那些 那現在就夾了 但我覺得短線的市場 是不是真的能夠站在20000點樓上 很大的 question mark 所以我覺得港交所有興趣買的時候 350元以下才慢慢分注吸納 這些位置不需要這麼心急買 好